半注香不到的时间 萧炎便是炼制出了近二十枚 然后将毁掉记忆的五枚还给了他 你们需不需要 萧炎看向孤舅问道 孤舅则是摇了摇头 我们从未深入过 也不想深入 谣言并非是我等可以获得的 便是不必了 孤舅摆了摆手说道 对于自己有多少斤两 还是十分清楚的 孤舅说完便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萧炎也是略微点头 便是跟着孤舅 向着巨树底部而去 巨树无比庞大 盘绕的树根错综复杂 真正到达底部的时候 才发现 这里复杂得如同一个巨大的迷宫一般 地面之上 还有一层灰色的雾气覆盖 令得周围的视线极为受阻 但在萧炎强大的灵魂之力下 倒是不成什么问题 深入之后才能够发现 原来这巨树之下 树根已经形成了一片镂空的空间 而在这里便是能够感受到 极为浓郁的元气涌动 很快 众人来到一处巨大的树根前 树根几乎挡住了所有血路 而此时孤旧手印变换 形成了一个特殊印记 一抬手 这巨大树根便是轰隆隆间 朝着丛里往外 缓缓移动 随着树根不断往外 便是看到不断挪出的树根 变成了紫红色 其上 好似还在燃烧着火焰 见到这一幕后 萧炎眼神微明 随着扑面而来的热浪 萧炎便是可以断定 仅仅只是这样的火焰 便比一火更强 接近天火的层次 不过还远远达不到 火焰之心的地步 但既然都来此了 萧炎也要下去搞个清楚 不论是不是火焰之心 倒也可以前往一探究竟 看看这个万妖大戒 又有哪些天地异火 树根完全拔出 熊熊的紫红火焰 不断燃烧着根部 随着拔出的树根 地面上便是出现了 一个巨大的洞穴 伴随着喷涌而出的热浪 还有极端浓郁的元气 萧炎也是在这一瞬 忽然明白过来 为何孤灵鸟一族的 不少人身上 都有这股火焰的气息 想必便是来此修炼 所带出去的 在这坑洞之中 便是看到紫红色的火焰摇曳着 凑近去看的时候 这一幕却令萧炎都觉得 有些头皮发麻 顺着坑洞往下看 眼前竟是出现了一群身影 全部匍匐在坑洞的洞壁上 自知其常 不断地往洞外爬 大人 服用壁祸金丹 此时 记忆便是提醒到 说着 他已经将壁祸金丹吞入腹中 而此刻 若是仔细看记忆的眼眸里 以速紫红色的火焰 一闪而过 萧炎也是眉头微皱 抬手将壁祸金丹吞服 眼前的画面 便是再度变得截然不同 在低头朝着洞穴当中看去时 之前的身影已然不见 唯有那些紫红色的火焰 沿着洞壁燃烧着 有趣儿 竟然能直接无视灵魂之力 萧炎脸上 也是露出一副饶有兴趣之色 两位大人 我族只是在此进行修炼 因为踏入过这洞穴之中 其中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 只能送大人到这里了 姑舅拱手 微微抱歉说道 萧炎点头 你在这里候着 若是有人前来 你便捏碎这玉剑 说完 萧炎抬手 递了一枚玉剑给姑舅 姑舅不敢怠慢 结果玉剑后 便是拱手抱拳 走吧 别愣着 萧炎道 记忆便是苦笑一声 要说一点不怕 那是假的 毕竟这妖炎 在万妖大界名声极大 虽然妖炎诱惑极大 但其风险也是极大 对些复死之人 更是数不胜数 可以见得 这其中还是非常危险的 不过浑血在萧炎手中 进退也是死 只得咬着牙 硬着头皮也要上 说完 记忆眼神一横 便是一步踏出 脉入了冒着紫红火焰的洞穴之中 虚语后 再传来声音 当然 暂时安全 可以下来 传来了记忆的声音后 萧炎才不紧不慢地 进入到了洞穴当中 姑舅在后方 看着萧炎的背影 也是暗叹 有如此强大的实力 竟还这般谨慎 萧炎踏入洞穴后 这里并不算深 到底不过只有数十丈 越往下 紫红色的火焰 便是越来越汹涌 热浪将这里覆盖 显然记忆也没有料到 这里有如此高温 这令记忆的面色 越来越阴沉 不过 萧炎在其中 便是如履平地一般 这样的温度 对于萧炎来说 不会有任何的不适 洞穴一直向前延伸 此刻 萧炎留意着四周 随着不断地往前 洞穴越来越宽广 仿佛一个巨大的地底世界一般 萧炎打量着四周 且看向地面的时候 萧炎就发觉有些不大对劲 若这里无人进来 应该没有任何人走过的痕迹 但此刻他们的脚下 萧炎却是看到了一些脚印 莫非这里 已经被杰族先登了 萧炎心中难难道 也并不知晓 记忆是不是一人来此 亦或者 除了巨树底部通往此处外 还有别的地方也可以来此 虽然已经进入了洞穴深处 不过紫红色的火焰四处蔓延 已是与整个地底 即使一片通明 甚至看起来有些壮观美丽 两人依旧小心翼翼地向前 袁某伴住相后 真正的地底世界 终于展现在了二人面前 这里的空间极为庞大 此时 两人所处的位置 只不过在隐蔽当中的一个微小洞口 放眼望去 就像是一片巨大的峡谷 而且这里 并非是孤寂的 一道道售吼之声 便是从这峡谷之中传出 甚至半空当中 还可以看到不少的身影 看来这里还挺热闹啊 萧延开口道 但这些人的身影 却多少感觉有些不对劲 虽然旋利着 但他们的姿势都很古怪 不像是一个正常人挺直的身形 而是以各种奇怪的姿势站立 包括一些魔兽 也是十分古怪 当一条巨大火蜥蜴 从萧延两人面前掠过的时候 才清楚地看见 这火蜥蜴的兽眼里 瞳孔完全不见了 被这火红色的火焰所替代 而顺着目光朝着远方眺望 那最中心助力着一道身影 而这道身影身材修长 缓缓地抬起手掌 一朵紫红色的火焰 在其掌心生腾而起 更是与此同时 他抬起头来 然后猛地转头 朝着萧延和记忆二人所在的方位 看了过来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